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 沙姆尔记上第28章开始咯 那时非利士人狙击 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雅吉对大卫说 你当知道 你和跟随你的人 都要随我出战 大卫对雅吉说 仆人所能做的事 王必知道 雅吉对大卫说 这样我立你永远做 我的护卫长 那时 沙姆尔已经死了 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 让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 少罗 成在国内不容有交贵的汉心巫术的人 非利士人聚集 来到苏联安营 少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 基利坡安营 少罗看见非利士的距离 就聚阿心中发现 少罗求问耶和华 也和华却不见梦 或乌灵 或先知回答他 少罗吩咐 陈普说 当为我找一个 交给的妇人 我好去问他 陈普说 在里多尔有一个 交给的妇人 于是扫罗盖了装 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 夜里去见那妇人 扫罗说 求你用教鬼的法术 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 为我教上来 妇人对他说 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 娇鬼的汉行巫术的 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 使我死呢 扫罗向妇人指着 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应 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不应这事受刑 妇人说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回答说 为我招沙姆尔上来 妇人看见沙姆尔 就大声呼叫 对扫罗说 你是扫罗 为什么欺哄我呢 王对妇人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呢 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扫罗说 他是怎样的形状 妇人说 有一个老人上来 身穿长衣 扫罗知道是沙姆尔 就屈身脸浮 于地下拜 沙姆尔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招劳我 招我上来呢 扫罗回答说 我胜九级 因为非力士人攻击我 神也离开我 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 因此请你上来 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 沙姆尔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 且与你为敌 你何必问我呢 耶和华叫他借我说的话 已经从你舍里夺去国权 赐予别人就是大魏 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恼怒压玛利人 你没有灭绝他们 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 并且耶和华必将你 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明日你和你众子 并与我在一处了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 交在非力士人手里 扫罗猛然扑倒 请身在地因撒姆尔的话 圣是惧怕 那一着一夜没有吃什么 就毫无气力 妇人到扫罗面前 见他极其惊恐 对他说 婢女听从你的话 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遵从你所吩咐的 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 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 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 赵罗不肯说 我不吃 但她的仆人和妇人 再三劝她 她才听了他们的话 从地上起来 坐在床上 妇人一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都堵在了 又拿面团成无效被靠了 摆在嫂罗和她仆人面前 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